截至目前4月份新车挂牌数较上个月减少17% 市场认为整体车市在新车推出之下 却呈现成长放缓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和泰目前的新款国产车 每个月只能交车1200辆 那么和泰表示6月份开始就可以满足市场上的需求